来看第二段片继续了解一下 跟我在一起之后呢 我肯定一定会对我自己的女朋友好 有的小伙儿可能说 那个婚后一定对女朋友好 但是不一定是真的 但是在我这儿一定是真的 其实我爸就特别宠我妈 我妈那没事了 那一打满镜 然后一张树闲了没闲了 就上我爸电话也偷偷给自己发红毛 别说实话 别说实话 电话好看一张 我妈就随便发红 还有一回呢 我爸因为我买件衣服 给我妈买了一个车 你这就还不多重呢 是不是都试着好厉害 人家说了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个老师吗 我觉得我将来跟儿媳妇要是相处的话 只得像女儿那么看待对的 我帮你也行 你这谢谢爷儿 我儿子在我业围啊 我儿子将来反正就是对媳妇不能出不了 我的理想性呢就是年龄比我小一点 稍微比我矮一点 胀的比我少一点 我这长长的头发 最好呢会做家务 会做饭 小鸟一言 哎呀我真觉得这个家里的家庭真的太好了 就是因为买件衣服人还送辆车你说 是你跟我们说说呗 你爸对你妈真宠啊 现在吧就是以前那个时候 我爸我妈吧条件不好家也不好 现在有整大鹏整农村 也算手术还可以 我妈我爸叫黄丽恒 我妈就说丽恒啊给我买个吊呗 我说买吧 我爸就给我妈买个吊 买个吊之后呢 我说我妈 我说你天天闯个吊坐个蹦蹦车 你啥玩意呢 这不好看呢 我说请我爸要开个车啊 我说我爸就给买个车 就这么着 就因为一个一言以后给我爸买个车 哎呦你看看啊 哎呦我是觉得就是 其实啊就是这个 爸爸妈妈的这种在婚姻 在家里面的这种相处的模式 对孩子是有影响的 一定会的 对的对的 言权是人教啊 虎父无权子 你爸都给你妈送车了 你打算给未来媳妇送啥 我送一辈子的幸福 好 请好素素 我就想问一下小伙儿 就是以后想在哪发展 呃现在吧我父母在长大旁 然后我跟我姐和开了一家超事 呃这个东西呢也固定不了那么死 比如说时间长了 咱俩慢慢接触慢慢接触 真有感情了 彼此相互了解了 嗯嗯 我会说说沈阳有个好项目 你没有必要去上那个巴尔 再这么累了 咱俩和沈阳一起创业 或者说在长春有说一个机遇 我再有人好 我朋友有说长春有一个好项目 稳头或者稳干可以 那这就是缘分 你这个想的还是挺成熟的 对 不像有好多的就是姑娘小伙儿说 你是哪儿 就是俩人是异地 异地我不考虑 他是先是接触着看 如果两个人越接触越好的话 两个人就可以共同找项目 看究竟这个家落在辽宁 还是落到吉林 对 我觉得这个还是挺成熟的 先考虑人 然后再考虑家 对的对的 知道哪个更重要 对这是对的 先看两个人相处的过程当中 合不合适 十一号 黑雅 我想问一个事 就是我脾气特别不好 特别不好 就是 而且我还特爱吃素 特小心眼 比如说就是你朋友圈 就是你好友 我就看哪个女生 我就快都给你删了呢 能接受吗 删删吗 她也不是我媳妇 也不是我女朋友 但是我至少说 要是我姐姐 我妹妹和我姨 你又想要听这么闪了 那是你不对 哎呀 这个黑雅 你有多小心眼啊 我不是小心眼 是因为我触过对象 然后分手的原因 都是同一个原因 都是被劈腿了 我也不知道是为啥 所以 其实我挺害怕 就是再去接触一个人 所以说 也是一直没触对象原因 因为害怕去接受一个人 也害怕再次的处理枪 怕再再次的受伤害 嗯 对 是我哈大圆圆 就是你们灭灯里 后悔去吧 你们都不会看人 我看人最准 首先小伙儿 特别有爷们气息 就是很慢 虽然说她刚才台上 翻了几个跟踪 那是她在 部队积攒下的优点 她展示很正常 而且你看就短片里 小伙儿坐在炕上 笑笑呵呵呵的 她一定就很孝顿她爸妈 而且她爸那么慈祥 她妈妈也不是那种雕的人 小伙儿还有事业多么好啊 我就是表达这些想说 小伙儿就是我要找的类型 如果不是我大她五岁 今天我就 无论如何都得争取 我未来要嫁的 也是这样的男生 谢谢你 场上这个情况 我有点惊讶呀 因为我觉得 今天黄吉的表现 不能说滴水不漏吧 但是表现的确实很好 11号黑鸭咱们也登了呢 咱们也登了呢 因为我可能 岁数比她大吧 然后我在想法 是找一个比我岁数大的 然后还有可能 就是我自己的个人原因 有点有点害怕 害怕是因为什么 是不是也有之前那段恋情 给自己带来的伤害 嗯 然后看到这个小伙子 咱们说实话黑洋 是不是你还是很喜欢 嗯 对 但是我不想找一个比我自己小 因为我怕他不成熟 嗯 怕再次伤到自己 你很优秀 同样你也会找到一个比我更好的 你们家的超市是在什么地方 在铁锡区东马特变业店 啊 我在想你这么优秀 电视机前一定有很多很多优秀的姑娘 不想想中你 怎么办 你刚才说的这个地址 大家就可以去 好吗 谢谢李爱 希望你尽快找到幸福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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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